《滅王幾下》第25章 七德克雅维皇9年10月10日,巴比伦王拿布高率领全军前来进攻耶路撒冷,扎形围城,再城四周建筑鸟壁里,围攻京城,直到七德克雅维皇11年。 四年4月9日,城中发生了严重的饥荒,当地人民已没有食粮。 京城岁被攻破,加息丁人还在围攻城市,军王和全体士兵,夜间出了靠近御苑的商场城门,逃往阿拉巴。 加息丁军队便追赶军王,在耶里哥旷野追上了,此时他的军队都已离开他逃产了。 加息丁军队琴获了军王,带他到黎贝拉去见巴比伦王,巴比伦王就宣判他的罪案。 且在七德克雅眼前杀了他的儿子,也碗了他的眼,吸他戴上锁链,送往巴比伦去。 巴比伦王拿布高维皇19年5月7日,巴比伦王的大臣,为队长乃布杂勒当来到鸟耶路撒冷。 烧毁鸟上主的殿,皇宫和耶路撒冷所有的民房,凡是高大的建筑都用火烧鸟。 跟随为队长的所有加息丁军队,拆毁鸟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。 城中盛下的人民和以投降巴比伦王的人,以及其余的平民,为队长乃布杂勒当都老了去。 只留下当地一部分最穷的平民作园的和农夫。 加息丁人又将上主殿前的同柱和上主殿内的同座,和海刀打碎,把同混往巴比伦。 此外,窝,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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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香盘,以及行礼的一切同气,全都带走。 提勒,杯着,凡是纯金纯银的,为队长都拿走了。 撒罗门为上主的殿所制造的两斤柱子,一个铜海和一斜盘坐,这一切器皿所用的铜,重量无法估计。 一斤柱子高十八爪,上端有铜柱头,高五爪,柱头四周有蟒子和石榴,全是铜的,另一斤柱子相同,也有蟒子。 为队长有琴获了大师制式辣雅,副大师制扎法尼雅和三个门丁。 由城中老去了一个管理军队的宦官,五个在城内首都的军王的亲信,一个征务当地人民的军长的书记,和城中首都的六十个当地平民。 为队长乃步杂勒当捉住他们,带到来贝拉去见巴比伦王。 巴比伦王就在哈马特地的黎贝拉将他们杀了,从此,犹大人由本乡秘劳去冲军。 巴比伦王拿步高队留在犹大地内的人民,派定了沙藩的孙子,阿希金的儿子格达里雅作他们的首长。 众军长和他们的士兵一听说巴比伦王委派鸟格达里雅为首长,乃塔尼雅的儿子伊士玛尔,卡拉雅的儿子约哈南,乃托法人唐湖默特的儿子释拉雅,马亚家人的儿子雅习尼雅和他们的士兵,就都来到米芝帕见格达里雅。 格达里雅谁对他们和他们的士兵起誓说,你们不要害怕加息丁人的神博,安心住在此地,服侍巴比伦王,就必能相安无事。 但是,到鸟七月,王家的后裔握里沙玛的孙子,乃塔尼雅的儿子伊士玛尔带鸟十个人前来,杀鸟格达里雅,和与他同在米芝帕的犹大人及加息丁人。 于是所有的人民,不分贵贱大小和众军长,因为害怕加息丁人,都起身逃往埃及去鸟。 尤大王爷康尼雅被老后第37年12月27日,巴比伦王厄归以默洛达赫在他登极元年,大赦尤大王爷康尼雅,放他出狱。 亲切与他交谈,令他坐在与他一同在巴比伦的纵皇之上。 耶康尼雅脱去囚服,以后一生日日与皇共进饮食。 他的生活费用,在他有生之日,每天不断由巴比伦皇供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